前段时间我转了推特上一个粉丝量挺大的一个曾经做过记者的一个人 发了一个帖子,他这么说的 然后我就认为他的这种看法呢 给很多没有来过美国的人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误导 我觉得在美国的生活压力还是需要一些经济基础的 否则你很难过上有品质的生活 那么我是这样讲的 发出来以后确实有很多人喷我 当然也有人支持我 那么我针对这件事情呢 我做了一个调查 我分别在不同的平台和方式做了一个调查 然后回复我的人也分了两个不同的阵营 说的直接点呢 就是有经济条件好的 还有经济条件不好的 那么这两个阵营对美国有不同的看法和感受 我今天就客观陈述一下大家的看法 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呢 也可以留言 大家可以探讨 当然了这里不是你家菜市场 客观讨论不同的观点呢 是言论自由 满嘴喷粪的话呢 就是垃圾 你要如果是想在我这频道下面撒野的话 那就麻烦滚远一点 虽然这个帖子评论区达到了一个新高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就是我知道美国 加州洛杉矶可以合租 可以打地铺 可以上下铺 可以睡客厅的车库 可以有餐厅老板 雇佣没有身份的员工管吃住 咱们不要搞道德绑架 说什么我站在富人的角度等等 我在中国也好 在美国也好 虽然说衣食无忧 但是我的生活水平处于社会多低的一个水平呢 我心里是有数的 我身边大多数人来美国五到十年 都比我混得好 我也绝不接受什么道德谴责 有人让我帮忙找工作 我找不到还埋怨我 我是真没有那个能力 别说没身份 就是有身份的 我也帮你找不到工作 我身边的这个雇主呢 要求特别高 单单学历这个角度 我自己都找不到工作 别说帮你找了 真的是我能力不足 这个事不要怪我 但是我跟你讲 就是在拿到合法身份之前的这个时间 也许是几个月 也许是几年 我认识的有九年都还没有拿到身份的 工作多难找 他们不是不知道 喷我的人也不是不知道 生活多艰难 这些人也不是不知道 银行开户 考驾照 办贷款 买车买房 处处碰壁 难道忽悠他们来美国 月薪三千生存 有多少雇主愿意冒着联邦重罪的风险 雇佣那些没有身份的员工 打开网络 有好多这样的案例 刚进来的时候 抽出满志 感觉到处都是自由的味道 半年以后找不到工作 专门到钱 浑身上下充满了苦弊的味道 孩子没有外出旅行的机会 没有课外辅导的课程 学编程啊 滑雪 滑冰 高尔夫 网球 棒球 钢琴 这都需要花钱 对吧 快乐教育 就是放任 自由 不管不问 不培养吗 不是 这是对孩子不负责任 不要说什么 我合不食肉迷 这种道德绑架 我是不接受的 就是因为我太清楚 没钱 没身份的这种苦 我才谴责那些忽悠很多人来美国的行为 忽悠他们进来到处碰壁找工作 生活艰难 这种就是坏 不是蠢 然后靠卖给他们这种信息费来赚钱 忽悠美国赚钱很容易 忽悠他们占用各种美国的非法移民的福利 绝对是坏透了 有人说你全家在美国 但是你又反对韭菜在墙里 这种傻逼评论 我觉得你有多远滚多远 你记住啊 咱们所有人都是韭菜 不管中国的韭菜 美国的韭菜 你永远都不太可能站在这个社会的顶尖去当镰刀 你在中国找不到工作 难道你在美国没身份 你就能找到工作赚美金吗 如果你有所准备的话 当然在合法的情况下 美国是会给你基本的生活保障 但是你觉得到了美国就有尊严了 就能走路捡钱了 不努力就可以很好生活了 纯属痴心妄想 我出于善良 我告诉你真相 你如果忽悠你来 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没住房 没身份那种煎熬 混几年待不下去 你就回去 那个才是真的害了你 我一不给你画大饼 二不赚你黑心钱 你凭什么到达绑架我 美国它不是菜市场 我一直都这么说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来到美国 然后来寻求自己实现自己的这个美国梦 当然了 有很多是不合法的 但是后来又合法的方式 这种行为不值得提倡 虽然是符合美国价值观 但是我如果公开鼓励这样的行为 那么会跟很多人造成误导 举个例子 网上有个人申请父母贪亲签证 不到半分钟秒拒 看了他写的情况以后 我就说 刘谦入境美国 然后两个月三个月找人结婚 这种就是典型的婚姻欺诈率卡 申请父母贪亲是不可能的 签证官肯定要拒钱 后来有几百个人给我的留言点赞 这个人就把这个帖子给删了 因为他自己非常清楚 正规的结婚率卡 是申请未婚配偶签证 然后入境美国 你自己想想 旅游签入境 然后两个月时间你就遇到真爱了 然后结婚了不走了 你自己觉得这个浪漫爱情故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真实性有多高 对吧 你以为是写童话故事呢 这就是典型的先一旅游签入境 然后按照中介的指引 或者不正当的方式 也就是付费结婚的方式 骗取绿卡 最后有可能两个人日久生情 有了孩子 但是这都是后话 单单凭借旅游签入境结婚 这个本来就是值得高度怀疑的 在你拿美国护照之前 父母绝对没有可能办理太行签证 也许有人讲了 早些年很多人偷渡进来 后来也拿绿卡入了集 买了房成了家 是的 不是说早些年 现在也有 未来也有 不过也许未来不会有了 5月11号以后 拜登政府就不再给这个偷渡入境的发放绿卡了 但是下任总统也许还会豁免这个事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都知道 合法的拿到绿卡的方式是越来越难了 那么非法的方式肯定比合法的更难 很多人他只是看到贼吃肉 没见过贼的 也许这个比喻不恰当 但是实话呢 往往很难听 这些人他追求美国梦 怎么进来都无可厚非 但是没有身份 没有钱 没有收入的情况下 那个时期的艰难 谁又能理解呢 难道所有人脱家带口进来都是睡地铺 睡客厅 睡车库 坐吃山空 靠救济 靠别人帮助 靠打黑工吗 这种生活 也许几个月 或者说几年 也许最后你拿不到绿卡 直接遣返 你光看到结果好的 运气好的 那些结果不好的 运气不好的 那么你看不到 人家不说出来 光看到汇率一比七 光看到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是给合法身份的居民 而不是给没有身份的黑工 就这样用三千块钱月薪 换算成两万人民币 忽悠那些底层的人过来 难道这是被人提倡的 受人尊敬的吗 被人追捧的价值观吗 有人吐槽我 说我接触的都是富人 我看不到底层人的这种生活等等 还有更难听的 你们可以去留言区去看到 我就不啰嗦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不反驳 就是我接触的 不管朋友也好 客户也好 确实我生活的城市 的确是中高收入地区 房价也属于中高价位 人口结构 收入水平也都是中高水平 但是我想讲的是 我当然知道 美国有很多低收入群体 美国有很多老破小房子 美国有很多人合租房子 可是难道所有人来到美国 都是为了住穷人区 都是为了合租打地铺 都是为了那些 治安环境差的城市去生活 我们难道不应该看看 绝大多数正常的小区 干净的城市 物业管理规范的社区 学分好的城市 景力充足的地区吗 是的 我们来美国都有一个 毋庸置疑的追求 叫freedom 这个美国入籍考试有道题 Why the people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就to be free 但是你别忘了 言论自由谁都有 投票权只有citizens 就是公民你才有投票权 绿卡没有投票权 而你用所谓的这个一比七 去忽悠那么多底层的劳动人民 来到美国 你让他们干嘛 你是有能力给他们找工作 还是说有能力安排他们吃住行 安排几年 没有身份 没有绿卡 你让他们怎么生活 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喝西北风 没有经济基础 你凭什么实现民主自由 凭什么最后成为公民投票 凭借上下两个嘴皮一碰 最低15块钱 月薪2800美金 不吃饭 不睡觉 不加油 不开车 不带孩子旅行 这边拿了美金花一万多 然后去中国花吗 你看看现在的这个机票 2800美金 你能买一个人往返机票不能 更何况没身份 你根本离不开美国 那么听完我说的这些现实 你再去看看一比七的汇率 2800月薪 这还是你有能力赚到的情况下 你还觉得这是正能量吗 还是觉得这是美国民主自由吗 一句话 没有钱 你到哪都不用自由 言论自由 他不能当饭吃 你觉得骂总统可以当饭吃 骂拜登可以实现大房子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生孩子 是为了继承你的贫穷 和对生活的恐惧感 那么你在中国为了生存 在美国无非是延续了 有尊严的另一种贫穷的生活 和恐惧而已 那么我觉得不生孩子 反倒是一种善良 成年人生孩子之前 你必须确定生活是快乐的 有希望 可以有憧憬的 而不是说你生个孩子 去延续你的不快乐 和对未来的恐惧感 在美国你能享受的福利 或者说占用福利 也就是领一些政府食品 让你饿不死 但这些免费的食品 根本不可能让你生活质量有所提高 还有就是免费医疗 这个免费医疗 虽然感觉是占了便宜 因为美国政府 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人 因为交不起 那个抗病的钱而担忧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福利是那么多 成千上万的 然后纳税人 然后这个城市纳税人 在为你买单 我希望你用了这个福利以后 有能力获得更高的收入以后 你也不要总想着 耗美国资本主义羊毛 你也为美国交税 你也为社会贡献一点 而不是像一些中国人 领到免费食品以后 满大街摆摊再卖掉 这是一个叫 古风的网友拍摄的真实画面 在这个华人去领了免费食物以后 他就弄到街上卖 你看看他有多烟 那么你觉得美国政府 他能不知道这些事情吗 这不就有美国的朋友 美国的YouTuber 然后把中国的所谓的卡车司机家庭 然后直接给射死了吗 中国人把中国人自己路都给堵死了 总之说歧视歧视 你让别的一百多个国家移民 怎么不歧视 到现在还有人搞不懂 中国和美国的区别 简单来说 你的钱是你的 你的东西是你的 你的房子也是你的 这个就是资本主义国家 相反 你的所有东西 甚至是你的人 都是政府的 这个就是社会主义 如果你是为了获得这种 对个人的保护来到美国 那么我想说的是 假设你一无所有 那么美国也只能保护你 一直穷下去 假设你滥用福利 那么你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个人努力是很重要 可是短则几个月 长达数年 拿不到身份的情况下 你觉得你可能 中彩票 闲鱼翻身吗 闲鱼翻个身 还是闲鱼 在美国穷人还是穷人 你用那个三千美金 来忽悠人来美国 那这个就是赤裸裸的坏 要不就是赤裸裸的蠢 说实话会遭人骂 但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我编不出来假话 虚伪的那种忽悠 我绝对不会给人说 美国是天堂这种屁话 所有人问我 能不能来美国的时候 我都会给他讲 在美国的生活的日常开销 这是我认识的一个留学生 一个月两个情侣正常的开销 而且他开的还不是什么好车 就是普普通通的留学生 开的几万块钱的普通的车 那些家庭条件好的 开大G的 开跑车的留学生 那个开销我就不说了 因为他们不具备代表性 一个情侣 普通留学生 开销一个月就要 基本支出三千美金 而且也是合租 我试问一下 忽悠人最低月薪两千八 是不是蠢 还是说这个人本身 就生活在最底层那种 美国的经济之娃 其实都是 这些人就是通过鼓励偷渡 走线 然后来博取关注度以后 再挣钱 那这些人呢 我就不去评论了 他们本身自己 就是在这个社会最底层 然后告诉你 工作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努力赚钱就是幸福的 狗屁 同样是工作 你愿意坐在办公室里 喝着咖啡 看上电脑 然后一天股票上的钱 赚了别人几个月生活费 还是愿意顶着 假如的大太阳 悉心苦苦给人 铺水泥搬砖 一天赚五百块钱 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这个话本来就是 骗穷人的那些洗脑的话术 人格上的平等 同样都有投票权 不代表你就过得很好 住在大房子里 吃早餐 看着太平洋的日落 喝红酒 冰箱里摆满了有机食品 周末去旅游 和那些吃了今天没明天 干了一天累得要死 浑身臭汗 躺在床上就困得睡着的 那种生活能一样吗 至于那些人 历尽千辛万苦来到美国 能不能赚到钱 能不能拿到绿卡 能不能留下来 跟他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他们就是忽悠你来美国 怎么来 怎么骗美国的福利 他们就是赚你这个钱 有人会说了 你不也是赚 杰出人才移民的钱 对 我告诉你 通过专业知识和经验 帮助有能力的人来美国拿到绿卡 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实现一个跨越式的改变 给美国做出贡献 然后交税 带动美国的科技的发展 和那些忽悠最底层的人来美国 不交税 没做贡献 骗福利 和在美国夹缝当中生存 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王小的说 偷奸耍华 王大的说 叫协助他人非法进入美国领土 收取钱财 提供偷渡信息 是联邦重罪 好了 这个事我就说到这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我一条评论都不会删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